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准备呗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的是 诗篇第十七篇 又华 求你听完公益 侧耳听我的呼吁 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鬼炸嘴唇的祈祷 愿我的叛语从你面前发出 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 你已经试验我的心 你在夜间见察我 你熬练我 却找不着什么 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 论到人的行为 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 自己谨守 不行强暴人的道路 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 我的两脚未曾滑跌 神啊 我曾求告你 因为你必应允我 求你向我侧耳 听我的言语 求你显出你奇妙的词而来 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 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 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 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硬下 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 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 他们的心被枝油包裹 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 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 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 他像狮子急要抓时 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 诱华啊 求你起来 前去迎敌 将他打倒 用你的刀救护我命 脱离恶人 诱华啊 求你用手 救我脱离世人 脱离那旨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 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 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 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 至于我 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 我醒了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下次摇晃们一起读经哦 拜拜